哈囉大家好我是Ryu 我是Yuma 各位我們兩個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日本非常獨特的文化 就是包裝的文化 大家在日本買東西的時候呢有沒有發現日本人呢 在包裝這個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心 非常非常的好呢 那其實這個我跟Yuma 就是因為我是外國人嘛我在日本留學 Yuma是曾經在台灣留學的日本人 那我們就有討論了一下真的很不一樣 反而我去台灣的時候嚇到了 喔這是文化衝擊嗎 嗯 比如說去便利商店啊 買日常用品的店的時候 我們買東西嘛 然後日本的話店員他自己 幫你把東西放到袋子裡面 對 可是台灣的話如果我沒有講要用袋子的話 他是直接把東西給我的 對 不會用袋子 為了環保 買幾個東西這麼多的東西 他們是自己拿 自己拿回宿舍的 嚇到了 那Ryu是馬來西亞的嗎 馬來西亞的超商其實還是會給我們袋子 所以我們去買 實際上日本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呢就要去附近的店買東西 順便帶大家去看一下日本的實際的這個包裝方法 可能是大家無法想像的包裝方法喔 好那我們就去買東西囉 ches到現在時候 坐椅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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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椅子裡 えー 多請坐椅子裡 可以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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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好,各位,我們回來了 第一間呢,我們是來這個便利商店 小七 那我們一共得到三個袋子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是故意的啦,來看一下我們買什麼 我剛剛是買的這個泡麵嘛 還有我故意買這個日常用品 SENZAI 這一個你看,他很用心 他放一個小小的袋子給我 因為這一個呢,其實就是像這種東西嘛 很多客人會怕說 這個味道會影響你買的食物的味道 雖然 雖然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是不會影響啦 還是他怕,像我沒有買他嘛 還是他怕客人的喝錯 哈哈哈哈 開玩笑,就是會有人介意,所以他就會 分開這樣,讓我覺得他蠻用心的 我這次也買了這個Pokemon卡 我是故意的,因為上次我買卡的時候呢 他會問我說 這個卡要不要分開放 那時候我是買 擦,擦一個飯糰 他就問我要分開放,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分開放,我就跟他說 不要啦,因為會浪費嘛 那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啊,你吃飯糰之後 會有那個垃圾嗎 然後,然後放 放的那個垃圾跟 這個卡,如果放在一起的話 他怕這個卡 會不會被弄髒 袋子其實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要 把它當垃圾袋嘛 吃完之後,要把這個 把東西放回袋子裡面,然後放入包包 這是日本人的一個習慣 就是他們會把自己的東西打包回家再丟嘛 所以呢,如果卡一起放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一起放我們去垃圾嘛 所以就給我們兩個袋子 一個是放卡的,一個是放你吃完 那個飯糰 後可以丟的袋子 這樣子,對 原來是這樣,好用心喔 我這樣想的還蠻用心的喔 熱的跟冷的 基本上他都會問你要不要分開放 對,那有很多人可能會選分開放 因為熱的東西呢,會影響 冷的東西嘛,就是 像這個熱的會很快變冷 冷的像冰淇淋啊什麼 我們會很快被這個熱的東西 熱食影響到很快涼 所以就會分開放 但是我們都不會分開放 我們就因為馬上要吃嘛 就跟他說 今天就為了拍影片 叫他分開放 那我們去下個地方吧 買回來的這次我們去的是麵包店 你們在日本買過麵包嗎? 我也蠻少的啊其實 我這次買的是 兩個麵包 一個是這個 小小的 裡面有香腸的 然後一個是這什麼啊? Bacon的 很硬硬的 很有搖性的麵包 對 日本買麵包呢 他就會這樣子 放在這個小小的袋子給你 可是我覺得喔 兩個都是鹹的話呢 可能 我也不太記得啦 如果是馬來西亞的話呢 好像是 這樣鹹的東西 應該會換一個袋子給你吧 因為會浪費嘛 可是日本呢 就是一個 一個袋子 然後呢 再放一個大的袋子 這樣給你各位 然後 這一個呢 我覺得超用心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 他剛剛有幫你 用那個 攪帶幫你黏住 怕他就是整個會跑出來嘛 會弄髒你的袋子 或幹嘛的 也會給你這個 就是擦手的 你在吃之前要擦手 真的是比較衛生 怎麼樣各位 這個麵包店的包裝 我是覺得 一起也可以啦 他這樣分開放呢 其實還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好處 這是為了客人著想 就是像你看我們兩個 買兩個麵包 是兩個人吃的嘛 我們已經吃到一半了 對不起 像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小袋子拿出來吃 如果他把 兩個麵包都放在一個袋子的話呢 我們就會弄到自己的手很肮脹嘛 就是沒有這個袋子 因為可能是這樣的用意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用意 所以你買十個相同的東西 他也會給你十個不同的袋子 就怕你要分給十個人 這樣子 所以 嗯 也不能說他是浪費耶 哈哈哈哈 怎麼樣各位 日本人在包裝方面 是不是覺得很用心呢 想對方 嗯 很為了 就為了對方的方便 早想 可是這個其實呢 前幾天 我們兩個有在電視上看到 日本人自己也覺得 有一些時候 他們的包裝 太過了 這個問題呢 他們叫 かじょうほそ かじょう就是過剩嘛 就是太過的意思 太過包裝 就是像你買一個東西 他們可能就給你兩三個袋子 就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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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かじょうほそ 除了我們今天給大家實際看到的 買東西會放到袋子裡面 這個也是一種包裝嘛 那還有一個問題比較大的其實喔 欸 這是前幾天 Ryu買東西 寄到我家的 盒子 各位 我買的是一個很小的東西 可是 他給這麼大的箱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我買的是這個Pokemon的詛咒娃娃的娃娃 對 然後呢 他就很用心 因為他怕他壞掉嘛 他們就會有一個板子 然後把這個娃娃呢放到裡面 然後這樣子黏住 固定 對固定住 但這個娃娃不會跑來跑去 可是這個盒子也威免太大了吧各位 這個就太過了 說實在的 かじょうほそ かじょうほそ 這個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他們其實可能就是為了客人著想 不要盡量讓這個東西是完美的狀態給你 如果他包裝不好的話 東西壞掉的話 像Yamashii的話 他們要負責的嘛 或者是Yahoo 那裡的話 他們要負責的 所以他們這個包裝呢 就會弄到 非常非常好 好到 可能讓你覺得有一點點的浪費 嗯 那你之前在便利商店有打工嗎 打工 嗯 那個時候有沒有經驗 喔 我被罵過 就是 買酒 酒 像啤酒的話是六罐 它會有一個小那個什麼 就給你 這樣子可以拿的嘛 六罐 然後那個客人是買六罐六罐 我就只給他這麼小的袋子 然後把他的十二罐啤酒呢 塞進去 然後這樣子給他 可是因為那個啤酒其實有一點大 其實我 其實也是我的不對啦 然後 就 我就給他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點重 你知道嗎 他就跟我說 欸你這樣給我的話 袋子會破掉啊 嗯 他叫我用兩層 兩層包 兩張紙 喔 這樣子的話他拿著袋子 就不會破掉 可是我心裡 我那時候其實心裡面就想說 反正這個啤酒 你可以這樣拿回家 你不如就這樣拿 我給你袋子已經算是好的 為什麼給你兩個袋子 可是我也有這個經驗 有嗎 就是我在SUPER買那個米 米 米 嗯 的時候 那個店員幫我 弄 放那個兩層的袋子 喔 米的話也是 因為米的話也是很重嘛 這樣的 對 那這個怎麼樣 這個算是 就算我們都知道說 這樣子對環境不好 可是像我們他們做服務的 有這種客人 我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是真的要改 大家的意思 但是其實喔 像在我們上次有接訪過 就日本人呢 他們會把自己的垃圾 放到袋子裡面 就一天的垃圾放到袋子裡面 然後放到包包裡面 就拿回家丟掉 為什麼日本這麼乾淨 為什麼日本這麼乾淨的訪問 那這個他們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在超商買東西會有給袋子嗎 有一張 這個袋子呢 其實日本人 是會利用它 把它當 把它當垃圾袋 所以其實有一張我覺得 反而是 需要 需要的 這樣子的話 人家才不會亂丟垃圾 因為有袋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一天的垃圾呢 整理放到袋子 然後再帶回家丟掉 可是 不需要太過 太多 這樣子 就大家需要努力說 像買那個啤酒的那位阿伯 那位阿伯的話呢 就希望他可以說 用手拿 不然就是一個袋子 讓他加油拿回家 然後日本人 在日本的話 拿到的這樣的袋子 回家之後會用到 比如說 我們家的垃圾 是在超市拿到的袋子 對 我們是這樣用的 所以說 雖然拿到很多袋子 但是也不會把這些袋子 當垃圾 會來回家 這樣子用 可是最近在日本 也 這個問題是 很多人覺得要改善的 對 其實有 他們有做調查嗎 60%的人覺得自己日本人的這個 火梭太過了 可以再 對地球好一點 節省一點 對 所以其實可能接下來會慢慢改變 我覺得 反正有 電視都已經這麼說了 所以就很多人慢慢會有這個意識 要 改變 對這個環境好一點點 所以大家覺得 怎麼樣呢 雖然日本人這一點就是很為別人著想 可是 有時候可能會 太過 但是我們也不能怪他 因為這是文化的不同 那 希望大家給一些意見 我跟Yuma就盡量說去買東西 冷熱可以一起放 這個袋子其實可以不用的 可以不用的 因為這個也不會露出來啦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給大家認識一下 日本的這個 比較生活的影片是怎麼樣的 喜歡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給我們一個讚 然後分享影片 這一集就到這裡 各位 掰掰 我們來足夠的 到處 為了 王八